有鼓励才有勇气 哲人 在说明课题分离的时候 我说过干涉这个词 也就是一种对他人的课题 妄加干涉的行为 那么人为什么会去干涉别人呢 其背后实际也是一种纵向关系 正因为把人际关系看成纵向关系 把对方看得比自己低 所以才会去干涉 希望通过干涉行为 把对方的导向 自己希望的方向 这是坚信自己正确而对方错误 当然这里的干涉就是操纵 命令孩子好好学习的父母 是一个典型例子 也许本人是出于善意 但结果却妄加干涉 因为这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思 去操纵对方 青年如果能够建立横向关系 那也就不用再干涉了吧 哲人不会再有 青年但是学习的例子 暂且不谈 如果眼前有一位非常苦恼的人 那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这种情况也可以说一句 我若插手 那就是干涉 而什么也不做吗 哲人不可以置之不问 需要做一些不是干涉的援助 青年干涉和援助有什么不同呢 哲人请你想一下关于课题分离的讨论 孩子学习的事情 这是应该由孩子自己解决的课题 父母或老师无法代替 而干涉就是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预 做出要好好学习或者得上那个大学之类的指令 另一方面 援助的大前提是课题分离和横向关系 在理解了学习是孩子的课题这个基础上 再去考虑能做的事情 具体就是不去居高临下的命令去学习 而是努力的帮助他本人建立自己能够学习的自信 以及提高其独立应对课题的能力 青年 这种作用并不是强制的吧 哲人是的 不是强制的 而是在课题分离的前提下 帮助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马带到水边 但不能强迫其喝水 直面课题的是其本人 下定决心的也是其本人 青年既不表扬也不批评 哲人是的 既不表扬也不批评 阿德勒心理学把这种基于横向关系的援助 称为鼓励 青年鼓励 啊 您以前说日后要对其中进行说明的一个词 哲人 人害怕面对课题不是因为没有能力 阿德勒心理学认为这不是能力问题 纯粹是缺乏直面课题的勇气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首先应该找回受挫的勇气 青年 哎呀 这不是又绕了回去了吗 结果不还得是表扬吗 人在得到别人表扬的时候 就能体会到自己有能力 继而找回勇气 这一点就不要固执了 请您承认表扬的必要性吧 哲人不承认 青年为什么 哲人答案很清楚 因为人也会因为被表扬而形成自己没能力的概念 青年您说什么呀 哲人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人越得到别人的表扬就越会形成自己没能力的信念 请你好好记住这一点 青年 哪里有这种傻瓜呀 正相反吧 只有得到了表扬才会感觉自己有能力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哲人不对 假如你会因为得到表扬而感到喜悦 那就等于从属 纵向关系和承认自己没能力 因为表扬是有能力的人对没有能力的人做出的评价 青年 但是但是这还是难以接受 哲人 如果以获得表扬为目的 那最终就会选择迎合他人的价值观 生活方式 你不就一直因为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而感到厌烦吗 青年 哎 哎呀 这个嘛 哲人 首先应该是进行课题分离 然后应该在接受双方差异的同时建立平等的横向关系 鼓励则是这种基础之上的一种方法 有价值就有勇气 青年 那么具体如何鼓励呢 既不能表扬也不能批评 其实还可以 什么话都可以选吗 哲人 如果考虑一下平等的伙伴给你提供工作帮助的时候 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例如 当朋友帮忙打扫房间的时候 你会说什么呢 青年应该会说谢谢 是的 用谢谢来对帮助自己的伙伴表示感谢 或者用我很高兴之类的话 来传达自己真实的喜悦 用帮了大忙了来表示感谢 这就是基于横向关系的鼓励法 青年仅此而已吗 哲人是的 最重要的是不评价他人 评价性的语言是基于纵向关系的语言 如果能够建立起纵向关系 那自然就会说出一些更加真诚的感谢 尊敬或者喜悦的话 青年 您所说的评价是基于纵向关系这一点 确实是事实 但是谢谢这句话真的具有能够助人找回勇气的力量吗 即使是基于纵向关系的语言 我认为还是得到表扬更令人高兴 责任被表扬是得到他人很好之类的评价 而且评定某种行为好还是坏 是以他人的标准 如果希望得到评价 那么就只能迎合他人的标准 妨碍自己的自由 另一方面 谢谢不是一种评价 而是更加纯粹的感谢之词 人在听到感谢之词的时候 就会知道自己能够对别人有所贡献 青年 被别人评价说很好 不也能感觉自己有贡献吗 责任的确如此 这也跟接下来的讨论有关 阿德勒心理学认为 贡献这个词非常沉重 青年 什么意思呢 责任 例如人怎样才能够获得勇气 阿德勒的见解是 人只有在能够感觉自己有价值的时候 才可以获得勇气 青年 在感觉自己有价值的时候 责任 我们在讨论自卑感的时候 不是说过这是主观价值问题吗 是认为自己有价值 还是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存在 如果能够认为自己有价值的话 那个人就能够接纳自我 并建立起直面人生课题的勇气 这里的问题是 究竟怎样才能够感觉自己有价值这一点 青年 是的 正是如此 这一点必须明确一下 责任 非常简单 人只有在可以体会到 我对共同体有用的时候 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答案 青年 我对共同体有用 责任 就是通过为共同体 也就是为他人服务 能够体会到我对别人有用 不是被别人评价说很好 而是主观上就能够认为 我能够对他人做出贡献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之前讨论到共同体感觉或鼓励的话题 也与此紧密相关 青年 哎呀 思维有点乱了 责任 现在的讨论正在接近核心 请你一定紧紧跟上 对别人寄予关心 建立横向关系 使用鼓励法 这些都能够带给自己 我对别人有用 这一实际感受 继而就能增加生活的勇气 青年 对别人有用 因为 我就是活着的价值 是这样吗 青年 休息一会儿吧 喝杯咖啡如何 青年 好的 谢谢 有共同体感觉的讨论 进一步加深了混乱程度 不能够表扬 也不可以批评 评价别人的话 全部都出于纵向关系 而我们必须建立起横向关系 还有 我们只有能够感觉到 自己对别人有用的时候 才能够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青年 感觉这种论调中 隐藏着一个大大的漏洞 喝着咖啡 他想起了自己祖父的事情 只要存在就有价值 哲人 那么 你整理好了吗 青年 正在慢慢整理 已经有 头绪了 但是先生 也许您没有注意到 您刚才说了非常荒唐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有可能会否定世界上一切的谬论 哲人 哦 是什么呢 青年 只有对别人有用的 才能够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反过来说就是 对别人没用的人 就没有价值 您是这样说吧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 往深处想的话 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以及卧床不起的老人 或病人 他们就连活着的价值 也没有了 为什么呢 接下来我要说一件 我祖父的事情 我祖父现在在养老院里 过着病床 并卧在床的生活 因为认知障碍 连儿孙都不认识了 如果没有人照顾 就根本活不下去 不管怎么想 都好像对别人没有用 您明白吗 先生 您的理论就等于 对我祖父说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没有活着的资格 哲人 我明确否认这一点 青年 怎么否认呢 哲人 当我说明鼓励的概念的时候 有的父母会反驳说 我家的孩子 从早到晚 静做坏事 根本找不到 对他说谢谢 或者你帮了我大忙 之类话的理动 话的机会 你说的恐怕 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吧 青年 是的 那我请您解释一下吧 哲人 你现在是在用行为标准 来看待他人 也就是 那个人做了什么 这一次元 的确 按照这个标准 来考虑的话 莫病在床的老人 只能靠别人的照顾 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用 因此 请不要用行为标准 而是用存在的标准 去看待他人 不要用他人 做了什么 去判断 而应对其存在本身 表示喜悦和感谢 青年 对于存在本身 表示感谢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哲人 如果按照存在标准 来考虑的话 我们仅仅因为 存在于这里 就已经对他人有用 有价值了 这不是 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青年 不不 希望您开玩笑 也得有个度啊 紧紧 存在于这里 就对别人有用 这到底是哪里的 新兴宗教呀 哲人 例如 假设你母亲 遇到了交通事故 而且陷入昏迷 甚至有生命危险 这个时候 你根本不会考虑 母亲做了什么 之类的问题 你只会 你会感到 只要母亲活下来 就无比高兴 不要今天 只要今天母亲还活着 就谢天谢地 青年那 那是当然 这人存在的标准上 感谢就是这么回事 病危状态的母亲 尽管什么都不做 但仅仅她活着这件事情 本身就可以支撑 你和家人的心 发挥巨大的作用 你也一样 如果你畏在旦夕的时候 周围的人也会因为 你还活着 你还存在着 这件事本身感到无比高兴 也就是 并不要求 什么直接行为 仅仅是平安无事的存在 就非常难能可贵 至少没有 不可以这样想的理由 至于自己不要用行为标准去考虑 而要首先从存在的标准上去接纳 青年 那是极端状态下的情况 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同 哲人不 也一样 青年哪里一样呢 请您举一个更加日常话的例子吧 否则我根本不能接受 哲人 明白了 我们在看待他人的时候 往往会先 愿意虚构一个 对自己来说理想的形象 然后再去做减法一样的去评价 例如 父母全部希望自己孩子学习运动样样满分 然后上好大学进大公司 如果跟这样存在 根本不存在的 理想的孩子形象对比 就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种种不满 从理想形象的100分钟 一点一点的扣分 这正是评价的想法 不要这样 而因不将自己的孩子跟任何人相比 就把他看作他自己 对他的存在心怀喜悦与感激 不要按照形象去扣分 而要从零起点出发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能够对存在本身表示感谢了 青年恩 这可真的是理想论啊 那么先生是在说 即使对既不去上学也不工作 整天只知道闷在家里的孩子要说谢谢吗 责任当然 例如 假设闲居在家的孩子吃完晚饭之后帮忙洗碗 如果说这种事就算了 快去上学吧 那就是按照理想的孩子的形象 去做减法运算的父母的话 如果这样做 那就会更加磋伤孩子的勇气 但是如果能够真诚的说声谢谢的话 孩子也许就会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进而迈出新的一步 青年 哎呀 这纯粹是一种伪善 这只是伪善者的胡说八道 先生所说的话 共同体感觉横向关系对存在本身的感谢 这些究竟谁能够做到呢 责任 关于共同体感觉的问题 也有人向阿德勒本人提出过同样的疑问 当时阿德勒的回答是这样的 必须得有人开始的 即使其他的人不合作 那也跟你没有关系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应该由你来开始 必须考虑别人是否合作 我的意见也完全相同 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有平等的关系 青年 由我开始 责任是的 不必去考虑他人是否合作 青年 那么我再来问问您 先生您说 人只要活着 就会对别人有用 仅仅从活着就能够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对吗 青年 是的 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 我活在这里 不是其他的人 不是其他人的 我活在这里 但是我却感到 感不到自己的价值 责任 为什么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呢 你能用语言说明一下吗 青年 我还是先生所说的人际关系吧 从孩子时代到现在 我周围的人 特别是父母 常常把我说成没有出息的弟弟 根本不认可我 先生您说价值就是赋予自己的东西 但是这种话只是纸上谈兵的空论 例如我在图书馆做的工作 也就是把我还回来的书分类归价之类的事情 这是只要熟悉了就谁都能做的杂物 假如没有了我 还有很多人可以做 我只不过是被要求提供简单的劳动力 劳动力 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 或是机器 这都没关系 没有一个人需要这个我 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说 对自己拥有自信吗 也能够感觉到自己有价值的吗 责任 从阿德勒心理学来看 答案非常简单 首先与他人之间 只要一方面可以 要建立起横向关系 要从这里开始 青年请您不用小瞧我 我也有朋友 与他们之间就能够建立起 很好的横向关系 责任虽然如此 你与父母或上司 还有后辈或其他人之间 建立起的纵向关系吧 青年当然这要区别对待 谁都是如此吧 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建立纵向关系 还是建立横向关系 这是生活方式问题 人还没有灵活到可以随机应变地使用自己的生活方式 主要是不可能与这个人平等 因为与这个人是上下级关系 青年 您是说在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中只能选择一种 责任是的 如果您与某人建立起了纵向关系 那你就会不自觉的从纵向去把握所有的人际关系 青年 您是说我甚至对朋友也用纵向关系去理解 责任没错 其实不按照上司见不下的关系去理解 也会产生诸如A军比我强 B军不如我 要听A军的意见 但不听B军的 或者与C军的约定 可以作废之类的想法 青年 嗯 责任 反过来讲 如果能够与某个人建立起横向关系 也就是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的话 那就是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 以此为突破口 所有人际关系都会朝着横向发展 青年 哎呀 这种玩笑话 我随便就能够驳倒 例如 请想一想公司里的情况 在公司里 社长和新人结成平等关系 这实际上不可能吧 在我们社会中 上下关系也是一种制度 无视这一点 就是无视社会秩序 20岁的 左右的新人 根本不可能像对待朋友一样 对社长说话吧 责任的确 尊敬长者是非常重要 如果是公司组织 职责差异自然也会存在 并不是说将任何人都变成朋友 或者像朋友 像对待朋友一样 对待每一个人 不是这样的 重要的是意义 世上的平等 以及坚持自己应有的主张 青年对上司发表傲慢的意见 这样我做不到也不想做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一定会被质疑 欠缺 社会常识 责任 上司是什么 什么是傲慢 的意见 查验官司的奴隶 隶属于纵向关系 这才是想要逃避 自身责任的不负责行为呢 青年 哪里不负责呢 假设你按照上司的指示做 结果工作与失败告终 这是谁的责任呢 青年 那是上司的责任 因为做出决定的是上司 我只是按照命令行事 责任 你没有责任吗 青年 没有 那是发出命令了上司的责任 这就是组织的命令关系 责任不对 那是人生谎言 你有拒绝和提出 更好方法的余地 你为了逃避 其中的人际关系 也为了逃避责任 而认为没有拒绝的余地 被动的从属于重向关系 青年 那么 您是说要反抗上司 哎呀 道理上是如此 在道理上 完全如您所说 但是实际做不到啊 不可能建立这种关系 责任是这样吗 你现在就和我建立了这种横向关系 无所顾忌的说 自己的想法 不要瞻前顾后 所以从这里开始 青年 从哪里开始 责任 是的 从这间小小的书房开始 我前面也说过 对我来说 你是不可替代的朋友 青年 责任 责任不是吗 青年 求之不得 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但是我有些害怕 害怕接受先生这项提议 责任害怕什么呢 青年就是交友课题 我从来没有与先生这样的年长者交过朋友 我一直都不清楚自己到底会不会忘年交易或是应该看成师徒关系 责任 无论是爱还是交友都与年龄没关系 交友课题需要一定的勇气 这也是事实 关于你和我的关系 我们可以逐渐缩短距离 保持既不靠得太近 但又伸手可及的距离 青年 请给我一些时间 再一次就一次 请给我一点独立思考的时间 否则的话 今天的讨论就需要 内容就会太多 我要把它们带回家 一个人静静地反复回味一下 责任 理解共同体感觉的确需要时间 根本不可能一下子理解所有内容 你回家之后 请对照我们之前的讨论好好想想 青年 我一定会的 即使如此 您说 我看不见他人只关心自己 还是对我打击很大的 先生 你可真太可怕了 责任 呵呵呵呵 你看上去谈得很高兴啊 青年 是的 很痛快 但也有痛苦 痛苦不堪 就像扎了刺一样痛苦 不过还是痛快的 我略与先生的辩论 好像已经有些上瘾了 刚刚我才察觉到 有些情况下 我并不仅仅想要驳导先生 或许也希望被先生驳导 责任 的确非常有意思的分析 青年 但是请不要忘记 我并不会放弃 博导先生和让先生 腐败的决心 扎人 我也很高兴 谢谢你 那么等你想好了 请随时过来 好 半年 二